第一间911集 归来 原来青州道的武风也是繁荣的很 整个青州道内也是不少武林势力存在的 这些武林势力虽然不算是依附造化道门 但却是绝对是以造化道门为核心的 结果现在呢 原来那些李伯阳很熟悉的宗门 却是都不见了宗影 这让李伯阳的心中 顿时就浮起了一丝阴影来 他的猜测成真了吗 难道真的是选苦出手攻打了造化道门 想到这里李伯阳不敢耽搁 他之前是一路来到了造化道门内 不过眼前的场景却是让李伯阳眼前也黑 整个造化道门所在的山脉已经是死寂一片 原本充满了生机的山门 此时已经被鲜血所染红了 参员断屁之上还有着无舍交手的痕迹 纵使李伯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眼前的场景还是让他的眼中 是露出了一抹浓重的杀迹来 这时李伯阳忽然心神一动 他一步踏出 已经是出现在造化道门下方的一座山林内 而此时这座山林当中 一名只有新天境界的舞者正在那里观望着 看到眼前忽然出现的这个人 他顿时瞪他的眼睛 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惊骇之色 咄咄嗦嗦地道 李 李 李 神桥镜讲者的气势 对于他这种新天境的舞者来说 简直就跟新佛无异 在李伯阳面前 这名新天舞者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口 李伯阳冷声说道 你认识我 你是什么人 那名新天舞者连忙却点了点头 昔日天下第一的李伯阳谁人不认识 况且他身为江湖峰眉最基本的东西 便是要将一些江湖上强者的相貌姓名 甚至是他们的性格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的 此时他好不容易镇定地下来 哆哆嗦嗦地说道 在家乃是东七头峰眉组织观星楼的弟子 李伯阳面无表情 所谓的东七道指的应该就是在东边 这七道活动的峰眉了 不过江湖峰眉本来就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除了一个天际湖 它没有一个城市的 李伯阳也没有多问 他只是冷冷的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那名江湖峰眉连忙说道 造化道门事变之后 观星楼便派我来这里守候观察 看看还有没有造化道门幸存的弟子回来 听到幸存两个字 李伯阳的心中顿时就意紧 原本他看到造化道门出事 他还以为肯定会有大量的造化道门弟子套礼 不过现在听着江湖峰眉的意思 眼下江湖上 甚至连他们造化道门 是否还有幸存的弟子都摸不清楚 这不是彻彻底底的密门是什么呢 李伯阳眼中闪过丽丝 广怒之色 他低声地说道 玄虎 我倒是没想到 你这佛门的高僧 下手倒是够狠 当初在听到梦青仙 说玄虎曾经独入过一个新域的土著势力之后 李伯阳便感觉有些不对 因为玄虎不像是能够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结果现在玄虎确实真干出了这种事情 那在夏季 玄虎又怎么可能对跟他们少林寺有着生死大仇造化道门留守呢 不过这时那江湖峰眉却是忽然说道 李长要误会了 灭掉离造化道门的不是玄虎啊 玄虎大师在几年前便已经死了 李伯阳闻言顿时就一愣 死了 玄虎竟然死了 而且还是在几年前就死呢 那岂不是说玄虎才刚刚下界便已经死了吗 李伯阳沉声地问道 灭我造化道门的人究竟是谁 是苏信 苏信 李伯阳眼中闪过了一丝疑惑之色 当初在进入那仙玉碎片之前 苏信并已经展露出来他那强大的实力了 以真武镜重创神桥镜的玄虎 虽然是用了一些手段外加拼命 不过真武镜当中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也没有几个了 而且当初李伯阳为了还莫无为人情去杀苏信 双方也算是结下了生死大仇 苏信也有对造化道门出手的理由 但问题是这才几年的时间 就算苏信晋升到了神桥 他也绝对没有可能灭掉造化道门的 李伯阳看着那名江湖凤梅冷冷的道 你既然知道我是谁 那想必对当初白地城当中发生的事都是清楚的 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我 若是冠成一般人 对这些江湖上的恩怨纠纷 或许还说得不会那么清楚 肯定是道听途说的成分居多 但眼前这人却是江湖凤梅出身 最擅长的便是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听到李伯阳这么一问 他也是立刻就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 把一切都给说得出来 从当初苏信离开白地城 到监狱下界等等 相细无比 李伯阳把这一切都听完了之后 不仅是闭上了眼睛 长叹了一声 数年的时间江湖上 便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简直比以往一百年多多 天下一乱 按照他们在心欲碎片当中 找到的消息来看 这或许就是人族大劫的前兆 甚至是人族大劫已经是开始的 不过很显然 无论是哪点 他们造化到门 都是这大征世下的牺牲品 造化到门已经是没了 李伯阳睁开眼睛 淡淡的就吐出了两个字 俗信 他的语气虽然淡 不过其中却是蕴含了无尽的杀机 使得他周身数十丈的地狱 瞬间就寒风车骨 草木凋零十分的恐怖 跟他们造化到门做对了 数千年的少林死 没能灭了造化到门 结果却是被一个毫无根基的江湖后背给灭掉 这种事情听起来简直就好像是天风夜谭一般 结果却是真正的发生的 最为可笑的是 少林死亲人也栽在了苏信的手中 少林死灭了 玄谷也死了 道伯相征数千年 作为佛宗坑顶宗门的少林死 和道门坑顶宗门的造化道门 也是互相之间斗了数千年 结果最后 这两个宗门却是亡于一个人之手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天大的讽刺 就在这时 那名江湖丰眉小心翼的当 林长将 其实造化到门应该还是剩余一些弟子的 在下曾经听人说过 当初的造化到门 曾经对太医到门求援 请求太医到门出手相助 那一次 有着上百名造化到门的年轻弟子 跟着一起前去 但太医到门 却是说他们的长教 远徐散人 玄臣子正在闭关 所以无法出手相帮 造化到门的人只好离去 但结果最后 却只回了几个长辈 那些年轻的弟子 却都不见了踪影 应该是全都留在了太医到门内 所以我们怀疑 这些年轻的弟子 是不是造化到门的张伯端长教 故意派出去的 第一间九百一杀二级 密闻杀 每个对自身宗门的感情都不一样 玄虎昔日可以为了少林寺的安稳 跟选择站在跟他师兄弟几十年的地藏王的对立面 也可以为了报仇 而选择去不顾一切联合所有人斩杀宿计 壮若奉我 跟玄虎相比 现在的李伯阳 就要理智多了 但同样 这份仇怨可不比杀父之仇 和多其之恨小 对于苏信 李伯阳也是必须要杀的 只不过 现在听到了这个消息 李伯阳准备先去太医到门看一眼 毕竟 这些替死 有可能就是他们造化到门最后的一丝僵祸了 当初张伯端留下他们 其实也不是为了能够从政造化到门 他也只是想为造化到门留下一个念想而已 李伯阳身形一动 直接消失在那名江湖峰眉的眼前 而此时那江湖峰眉 在李伯阳离开的一瞬间 便直接跌倒在了地上 擦去头顶的冷汗 双腿颤抖 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 一个小小的千天悟者 在面对李伯阳这种站在整个江湖巅峰的强者面前 他能够调理清奇地说出话来 这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不过随后 这名江湖峰眉的脸上便露出了红旗之色 他喃喃地说道 老子要发达了 李伯阳回来的消息是他第一个接触到的 而现在看李伯阳的神色 竟然也是准备去找苏信报仇 这难道还不算是大新闻吗 江湖峰眉比拼的不是实力 而是消息 他把这个消息 带回观星楼内 他的地位 必将会暴涨一大几段 而此时的苏信 自然还不知道 李伯阳等人 已经回归的消息 在灭了道化道门之后 他便一直都在西北道内闭关 这次灭绝造化道门 图伯灭道的任务 已经是接近完成的 我们那边已经清零 但造化道门因为 还有一个李伯阳在 唯有斩杀李伯阳 这任务才算是真正的完成 所以苏信也没有着急 因为现在李伯阳不出现 他着急也是没有用 所以这段时间内 苏信并一直都在炼化着 从造化道门内夺来的 道运宝瓶 这道也真算是一箭一宝了 其中造化之力 简直好像取尸不尽一般 苏信炼化了这么长的时间 竟然没有将其彻底的炼化光 不过虽然还没炼化光 但这道运宝瓶 可以被动吸取周围天底间 升级的功效已经是消失了 显然是因为苏信把其中的力量 炼化过度有关 若是被常人看到苏信这般 对待一个能够传承下去的至宝 肯定是要骂苏信 暴天天物的 不过苏信倒是无所谓 一个江湖势力 首先是能够站在绝对的巅峰 这样才会考虑自身传承一事 在自己还没有彻底站稳之前 一切都是以提升自己实力为主的 不过就在此时 两股神交将的力量却是忽然降临 苏信没头先是一周 不过立刻便舒展开来 从气息上 他便感觉到来的人是谁 正是炎罗天子和地藏王 苏信直接推开门 炎罗天子和地藏王从半空当中落下 苏信是对着他们二人拱手笑道 恭喜二位从仙玉当中回归 实力大尽 炎罗天子看到苏信的实力 他的嘴角抽了抽 呼叫的一声道 跟你一比 没什么可恭喜的 我们在仙玉碎片当中 拼死拼活地寻找机缘 这才到了现在这种境界 而你在下界 进步却是不比我们要小 甚至还要更多 这有什么可恭喜的 苏信也是笑着摇了摇头的 话不能这么说 我在下界一样也是拼死拼活 其残酷程度可是不比仙玉碎片内要少的呀 地藏王和炎罗天子都是点了点头 来苏信这里之前 他们先回了一次地府 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了解清楚了之后 他们这才来苏信这里 这几年来苏信在下界可以说 也是经历了无数的厮杀和风雨 江湖上的精彩程度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是无法想象 或许他们也没有想到 区区几年的时间 江湖上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苏信把二人都请进了屋内 苏信问道 心玉碎片当中谁都没有受损 银龙天子摇了摇头道 大家都是为了寻找机缘而来 自然不会像在下界那般打生打死的 大家都比较克制 不过现在都已经回来了 那自然就不会克制了 天地现在也应该回到了天庭 不过想必他现在的心态估计不怎么好 苏信笑了笑 他也差不多能够想象到 天地现在会是什么模样 实在是这些年来天庭过得有些凄惨 原本天庭还是有两颗真武守护的 但问题是眼下下界这种格局 真武镜的实力 其实明显有些不够看的 特别是天庭的老对头 地谱虽然移走了地藏王和阎罗天子 但却留下了实力恐怖的苏信在 天庭的东极清华大帝和北极紫围大帝两个人 就算是加在一起都敌不过苏信 所以在苏信的实力越来越强之后 这两个人也是带着天庭的众人开始引修 不敢出门生怕被苏信抓到 然后斩杀 没了天地 这些天庭的人形势可是小心得很 而现在好不容易赶上天地回归了 但他们天庭却是依旧要继续小心翼翼的 原因很简单 这一次地府可是回归了两位神侨 算上苏信 地府已经凑足了三名神侨了 天庭还拿什么去跟地府来拼呢 现在地府刚刚建立之时 天庭的实力是完全可以碾压地府的 结果不到百年的时光 地府就已经把天庭给彻底地超越了 这样一来 天地心情过意好才叫怪呢 这时地藏王摇了摇头道 今日我们来找你 一个是想要告诉你 我等都已经回来了 还有一件事情 便是我们几人在那仙玉碎片当中 找到了一些东西 是事关上古秘心的 也是关于现在的 这件事情你听一听 这关乎到以后的江湖格局 上古秘心 苏信眉头一皱 这东西他在下节也是接触了不少 现在 第一间九百一十三集 密闻 下 地藏王先问道 关于上古时期的历史 你应该都知道 可是我人族最初的传承 是在哪里呢 当然是仁皇建立一世皇朝 击败妖族之后 前面应该还有一段黑暗的历史 不过 却没有记载 地藏王摇了摇头 不对 仁皇之前 可不仅仅只有一段历史 而是一大段 我人族的武道 难道只是通过模仿妖族出现的吗 昔日我人族微弱之时 难道就没有丝毫的反抗余地吗 其实不然 我人族的历史 可不比妖族要短 在那仙玉碎片当中 我们找到了许多的东西 而其中最重要的 便是补全了上古之前 那个时期的历史 我将其称之为 太古时期 在太古时期 我等现在所处的世界跟仙玉 其实是一个世界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外语 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存在 此音一出 苏星也是惊诧得很 毕竟从他知道关于仙玉的消息之后 他便以为仙玉乃是另外的一个仙境 谁承想 现在地藏王 竟然一说他们 竟然是同一个世界 地藏王 沉声道 在太古时期 仁族和妖族 共同在大地上争锋 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那时候妖族的制强者 乃是妖皇 乃是凌驾于妖族大圣之上的存在 而仁族当时的制强者 则是被尊为仁族 那时候仁族还没有皇朝出现 有的只是一个个氏族 所组成的强大的部族世家 而打到后来 双方是谁也奈何不得谁 最终 仁族和妖皇决定拼死一战 但是在决战之前 双方竟然合力将整个世界 给劈成了两半 分别是给两个种族居住的 这一半是我们所在的世界 而另一半则是仙玉 其中的仙玉 才是真正属于仁族的地盘 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 其实是分给妖族的 后来仁族和妖皇 进入虚空当中一战 而那一战的场景 却没人知道 反正到最后 无论是妖皇还是仁族 都没有回来 全都是生死不知啊 只不过 这其中出现了一些纰漏 跟当初的妖族相比 人族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其中有些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 出身低贱 或者是一些罪人 得罪了某些势力等原因 没有进入仙玉当中去 这反而是留在了 现在的世界当中 被妖族所奴役 我仁族当初修炼的 可不是什么武道 而是类似于仙玉当中 那种主修元神的法门 这样才可以延长寿元 跟寿元绵长的妖族靠横 而留在这里的人族 则是因为本身 就是相当于弃子了 所以在修炼上面 反而没有那么多的 条条框框可演 他们借鉴了妖族身躯强的特性 转而发明了武道 内修真气元神 外修肉身境界 这两者合一 使得武者的实力进步速度 竟然要比之前的那种 主修元神的方式更快 而新兴的武道 再加上人族那强大的生育能力 使得在人皇出世之前 人族其实就已经靠着之前的那些 作为弃子的奴隶 积累了强大的力量了 只不过那些妖族太过高傲 一直都没有注意而已 而后来的事情 便跟史料当中记载的一样 人皇出世 直接掀起了反抗妖族的大旗 彻底的整合武道体系 击败妖族 使得人族大兴 而武道也是跟着大兴 地藏王的话 让苏信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之前 他便感觉上古那段时间的历史 有些不全 不光是人族的 就连妖族的 也是如此 原来还有这种原因 人皇能够彻底击败妖族 不光光是因为他本身的强大 更是因为当初的人族 其实就已经有了一部分 反抗妖族的企图了 要不然人族 也不会诞生久未通天境的强者的 苏信敲了敲桌子的 那后来仙玉的人族怎么样了 地藏王淡淡的道 仙玉那边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一直都是一成不变的 只不过这仙玉 也是到了人皇出世的时候 出了一些差错 导致仙玉分裂 其中的一块仙玉的碎片 便坠入了靠近白地城的地方 而这入口 也是出现在了白地城 而且因为仙玉的碎裂 导致了整个仙玉的实力下降 那时候的仙玉人族实力 甚至都不如下界的道门 或者是佛宗强大 而后来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了 仙玉发现了仙玉碎片 从其中拿走了一样东西 并且也是发现了仙玉的秘密 后来他直接碎裂虚空 带着大批的舞者 进入仙玉当中 将其中的 也是人族后裔的仙玉的原住民图露 最后占据了仙玉 成为了现在的仙玉十二玉 听到了第三王讲这么多 苏信顿时便用一种 世事无常的感觉 当初仙玉选择仙玉 其实是吃亏的 因为最后仙玉发生的问题 导致碎裂 而这也导致仙玉的规则变化 整个仙玉都在崩溃 其中的人族后裔实力大减 但从整个仙玉的角度上来看 仙玉却又没有吃亏 因为他们留在下界这里的那些弃子 一样是仙族 但却是硬生生 在不知道用了多少岁月之后 发展壮大 并且还创造出了真正的武道 最终仙玉出世 彻底规范了妖族 使得仙族真正成为了 这帮世界的主人 没了这个目标 上古时期妖皇和仙族 打的是生死不知 都没有办到 但没想到后辈的人族 却是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办到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事情若是传道的江湖当中 估计会毁掉不少人的三观的 这么多年来 无数的江湖人一直都以为 自己才是这帮世界真正的主人 是仙玉带着他们历经千辛万苦 这才击败的妖族 使得仙族大兴 武道大兴 结果真相却是 他们根本就是一群被放弃的棋子 真正血脉高贵的人族 其实是那些曾经被仙玉 图露过一次 又被悬果他们 图露过一次的心欲图著 这种落差 估计会让很多人都受不了 当然苏信倒是无所谓 毕竟对于苏信来说 血脉出身这种东西 本身就扯淡得很 没有谁是天生低贱的 也没有谁是生来就高贵的 生死有命 物贵在天 什么东西 不都是自取驳来的吗 听说仁皇出身的江家 在上古时期 便是仁族当中的大族 但其最早的出身 也是仁族中的血脉低贱之人 而江家到了仁皇这里 则是变成皇族了 论语 第一间九百一十四集 通天之路 把这段历史都讲完之后 地藏王就顿了顿 似乎是在让苏信去消化这些东西 不过苏信好像 对这些上古秘心之类的东西 接受能力很强 他听完之后 直接就问道 那接下来呢 这些消息虽然震撼 但却改变不了 现在江湖上的格局 过去的事情 毕竟都是过去了 这些事情出庭之时 或许会感觉到很震撼 但鬼三观 不过日子该怎么过 还是怎么过 没人会对这些消息影响到的 地藏王等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消息在 人族大节 你可曾听说过 苏信点了点头 这个消息 他还是从妖族那里得来的 地藏王臣声道 关于人族大节的消息 应该是真的 我等在鲜渔当中 也找到了类似的记载 乃是早些年 鲜渔碎片当中的那些人族 实力还不弱时 而其中的一些捕算大师 推演出来的 传闻中 当人族大节降至之时 通天之路将会重新开启 天地合一 重演世界 苏信迷了迷眼 他沉声说道 通天之路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这篇倒是听说 关于通天境的一些密信 说着苏信 便将大天摩尊 和毕加多鲁的一些猜测 和怀疑 告诉了地藏王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 极其隐秘的事情 除了苏信和吕破天等人 少数的人知道 其他人根本就不了解 地藏王他们自然 也是不知道的 现在听到苏信这么一说 地藏王和阎罗天子 倒是对通天境 又了解了几分 地藏王陈子的片刻 关于通天之路这件事情 当初在发现这些消息的时候 不光是我在 除了悬苦之外 我们都在那里 暂且放下了承见 推演了这一番 这其中的一些可能 这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我便越发可以肯定 这所谓的通天之路 应该就跟通天境有关 而所谓的天地合一 重演世界 那按照我的分析 应该是仙玉跟下界 重新合一 化为一个新世界 苏信 周梅道 重新合一 地藏王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重新合一 这两个世界 本来就是一处 当初是因为 妖皇和仁祖 以惊天之力将其分离 这才成为了两个世界 那这本身就是 违背规则的一种行为 而现在重新合并为 一个世界 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些年来 你也都看到了 仙玉之内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从开始崩溃 到现在的天塌 都是这种表现 这两个世界一强一弱 强的则是吸引弱的 而弱的那块世界 自然会不断地被其吸引 最后融合 不过这融合之后 所产生的那股强大的力量 这别说是仁祖的大劫 那就算是整个世界的大劫 都是有可能的 苏信手指敲了敲桌子 难难地说道 没有天地巨变之时 才会诞生通天境 两个世界重合 这肯定就是天地巨变的奇迹了 如此说来 这通天境 可是离我们都不远了 之前听到大天魔尊说 有关于通天境的事情 苏信并意识都有些紧迫感 现在看来 他想的果然没有错 这通天之路 应该是不远的 不过苏信更加好奇的是 昔日的妖皇和仁祖 究竟是达到了什么地步 对方肯定是超越了通天境的存在 现在世人公认的 最强者应该还是仁皇 不过仁皇当初强归强 但苏信感肯定 对方仍旧是通天境 在面对风都大帝和浩天大帝 联手刺杀时 也是会受伤的 就算后期仁皇的境界大涨 但也没想到 是妖皇和仁祖那种动辄 便是分离一个世界的 惊天伟丽 到了那种境界 甚至真的可以算是神佛了 地藏王沉声道 通天之路什么时候能够开启 这一点谁都不知道 不过眼下江湖上神桥境的存在 可是不少 谁都有资格去争夺那一份机缘 不过如你所说 这机缘只有九份 甚至还有上古幸存下来的 通天境强者重新现世 那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其争夺 可以说是会惨烈到极致的 苏信倾笑了一声道 生死由命 成百在天 面对通天境的机缘 就算是再懦弱的人 都会退步 更别说 能够晋升到神桥境的存在 本来就没有几个是简单之辈 眼下有资格 去争夺那通天境机缘的 我地步有三人 应该算是势力最大的一股 天庭的天帝 刀门的李伯阳和赵九龄 大舟的薛振月 黄天玉的江元真 武天玉的王九重 异建门的孟经间 莲花禅院的世道玄 这么算下来 只有十一人而已 淘汰两人便足够了 但问题是 现在可还有着上古那些通天境的强者 准备要插一手 光是我知道 肯定会出现的便有三人 然后还要加上一个不知道身前的太医道门掌教 云须散人 玄臣子 到时候龙蛇混杂 以一些玄平自身实力 如何算计也是没用的 对了 帝丧王大人 你可知道关于 昊天大帝和风都大帝的事情呢 这两位是否真的已经彻底死了呢 帝丧王沉思了一番 摇了摇头 这点我也说不准啊 不过 地府当中 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关于风都大帝传承的东西在了 当初风都大帝如果是真的布置好了一切 那也应该不会走得如此匆忙才对 要知道 当初我找到地府时 整个地府都是乱糟糟的一片 就好像是其他的弟子 也是十分匆忙地离去了一半 不过 按照当初江湖上的格局来看 风都大帝所执掌的地府 跟吴天上帝所执掌的天庭 乃是江湖上最大的两股势力 其综合实力之强 无论是道门 还是佛宗 亦或是魔门 可是 全都要插上他们一头的 这两个人当初联手去刺杀人皇 估计 也是很相信自己的实力 或者他们准备拉着人皇同归于尽 自然不会留手去准备什么后手了 苏信是点了点头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还好说 万一 就连风都大帝和浩天大帝的这种级别的人 也都出现了 上古那些通天境的强者 这么多人都来插手 那苏信等人估计也不用玩的 先跟他们打一场再说吧 否则 没人可以顺利地拿到 那通天性的机缘 毕竟论极惊艳 人家可是要比现在的武者多多了 关于眼下这幅大争之事的乱局 苏信跟地藏王谈了许久 毕竟也把地藏王从最后的一些事情都给说了一遍 其方便对方现在了解一下现在江湖的情况 都说完了之后 地藏王仍给苏信一样东西 那竟然是一块什么东西的碎片 看样子不像是骨头 也不像是鳞片 但上面却是带着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 此物传说中乃是妖皇跟人祖大战士从妖皇身上碎裂出来的一部分 是鳞片还是骨头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虽然只是这么一小块吧 但其中蕴含的力量却是极其的惊人 我和阎罗天子已经炼化了一部分了 这些是留给你的 苏信也没有矫情 他直接收起了那东西 拱了拱手套 多谢地藏王大人 引一下地府这三人都已经踏入神桥了 可以说是这江湖上最大的异股势力 他们三人自然要保持好现在的关系 无论是出于彼此地府通道之间的情谊 还是未来的利益 三人都必须要紧紧的联合在一起 而在临走之时 地藏王还对苏信说道 这次李博阳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回来了 你灭了造化道门 李博阳咽不下这口气 他可不是隐忍之辈啊 这个仇他会来报的 到时候你及时通知我和阎罗天子来 地藏王之前 在少林寺时 并跟李博阳打过交道了 他深知这位天下第一人的性格 跟玄谷比起来 李博阳可以说是理事得很 他不会像玄谷那样极端 因为灭门之恨 甚至被苏信刺激的直接魔化 昔日李博阳成为天下第一 不是没有道理的 平日李行事理智果决 而且武道之心坚定无比 心机深沉 却是不经常显露 给其他江湖人一种高高在上 虽然实力强大 但却不问江湖事事的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呢 李博阳对于造化道门的掌控力 可是很强大的 而其他因为不知死活 栽在李博阳手中的人 可也不少 不过就算李博阳的行事在理事 在果决 他的心机在深沉 碰到这种密门的惨案 他也忍不住 算说眼下李博阳这种情况 最理智的解决方式 应该是暂且不管 一心去追求通天境的奇缘 等拿到了奇缘 晋升到了通天境之后 再对苏信出手 这种隐忍的方式 虽然很明智 也很有效 但这并不是李博阳的性格 昔日天下第一的李博阳 不管是他是因为内心深处的自傲 还是因为造化道门 被苏信所灭带来的恨意 地藏王可以保证 李博阳百分百会出手的 听到了地藏王的话 此时苏信点点头 他的眼中却是闪过了一丝冷芒来 李博阳 就算他不来找自己 自己也会来找他的 苏信的主线任务 何就剩下一个李博阳 还是有阻碍的 只要斩杀李博阳 那主线任务的高级奖励 才能够顺利到手的 而就在地藏王走后不久 昔日新狱当中 五大神交回归的消息 并已经传遍了整个江湖了 江湖上的神交进强者 几乎就多了一倍 这对于江湖格局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意见门内 因为梦经仙回归 整个意见门都陷入了惊喜 与兴奋之中 对于意见门来说 梦经仙的存在十分的特殊 没有梦经仙 也没有现在的意见门 一直以来梦经仙都是整个意见门的核心 当初梦经仙离开意见门 这也使得意见门差点被封天玉所灭 也幸亏留下了苏信这么一个后手 这才保住了意见门 所以现在梦经仙回归 并且还带着一身神交径的实力回来 这对于意见门来说 绝对就是一个惊喜 虽然意见门的底子很差 甚至在所有拥有神交径强者势力当中 意见门的实力应该是最差的一个 不过无所谓 一名神交径的存在足可以站在整个江湖的巅峰 哪怕就只有一个人 也是如此 兴奋过后 楚不凡等人挨个的把这些年 意见门所经历的事情都告诉了梦经仙 其实这些年意见门除了遇到封天狱一事 其余的时候都是很低调的 现在可是大争之事 意见门靠着几个阳神将的武者 只能勉强自保 去掺和到那些大势力争斗当中 那纯粹就是找死 所以这些年来意见门虽然是没有封山 但其实也跟封山差不多了 所有的弟子几乎都在意见门内修炼足不出户 等楚不凡说到封天狱要来抢夺他们意见门的山门时 梦经经的眼睛一眯 忽然道 那封天狱现在在哪里 楚不凡道 封天狱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多亏了苏大人出手 直接覆灭了封天狱 现在那封天狱的真武都已经死了 取于封天狱的武者 我意见门留下了一部分当作是矿工来用 还有一部分则是给苏大人带走了 说实话 这件事情还真要多谢一下苏大人 若是没有他 我意见门可就要遭殃了 而且当初十二仙狱当中 最强的黄天狱 还因为要庇护封天狱 跟苏大人起了冲突 双方都已经打了一仗了 你说那黄天狱 曾经庇护过封天狱 梦经先问 楚不凡点了点头 梦经先则是拿着剑 起身道 我去黄天狱一趟 很快就回来 楚不凡和林诺言等人 可是很了解他们 这位师兄的性格 机关算金 不存在大 他只会用他手中的剑来说话 简单粗暴到了极点 所以现在一看到梦经先 拿剑去黄天狱 这二人立刻便知道 梦经先想要干什么 楚不凡连忙说道 师兄 黄天狱那件事情 苏大人已经解决了 风天狱都已经被灭了 而黄天狱也默认了这件事情 之后也并没有来找我们 一剑门的麻烦 梦经先淡淡地道 是苏信做的 这份人情我记下了 但现在我回来了 该是我一剑门的恩怨 自然由我一剑门自己去报 说着梦经先身形一动 直接便离开了室内不见了踪影 楚不凡和林诺颜 对视一眼 眼中都是无奈之色 这位师兄决定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劝阻得了的 不过对方虽然是黄天狱 虽然是昔日的人皇后裔 但楚不凡和林诺颜 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心 没有为什么 只因为他是梦经先 是他们的师兄 一剑门的梦经先 这种事情跟李坏看苏信时是一样的 从他入江湖至今 苏信历经厮杀无数 无论是一小伯大 还是以一敌众 无论是多么惊险的情况 苏信都没有败过 所以李坏等西北道的人 对苏信都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现在楚不凡和林诺颜 第1916集 借我三剑上 当初一剑门最为难之事 四大建筑去其二 是梦经先一人一剑 保住了一剑门 后来江湖纷争掀起 也是梦经先一人一剑 扛起了一剑门的大袭 一步入真武 剑道之危 无人能敌 当初梦经先在阳神 和在真武之时 都有着如此威势 那就更别说现在 梦经先已经踏入神桥了 不管敌人是谁 反正他们对于梦经先 是有着绝对的自信的 应该被担心的 可不是梦经先 而是黄天玉才对 此时黄天玉内 江元真正在闭关养伤 对于江元真来说 他这段时间 过得可是很不好啊 上次黄天玉 惨败在苏信等人的手中 他骂黄天玉 可以说是底牌尽出 这才逃过理解 但那次之后 江元真也是受伤惨重 从那次之后 他一直是闭关 到了现在 这才把伤势 勉强给养好了一些 不过 就算是伤势好了 但他们黄天玉形势 却是变得小心无比 包括在外界 他们黄天玉 都是名声大象 一子失败 就已经将他们黄天玉 这所谓人皇后裔的名声 给彻底的粉碎了 原本他们黄天玉 在江南道基本上 已经是确定了掌控者的地位 结果现在呢 名声大检之后 大州朝廷又重新派来了 江南道的总捕头 和行军大总管 不过这一次 大州派出的可不是废物 而是精英 这次派来的江南道总捕头 乃是铁家的铁巫行 昔日苏信的老朋友 现在有着容身性的实力 乃是铁家年轻一代 最为邪出的人物 所以这次他才会被派到 江南道总捕头这个位置上 估计等着 卸任江南道总捕头之后 便可以直接信声 成为四大神捕之一的 而江南道行军大总管 则是之前负责守卫 圣经城的三军之一的 龙虎军大总管齐飞扬 按理来说 龙虎军的地位 乃是要比大州四十九道的 驻军高一州的 齐飞扬从龙虎军大总管 变成了江南道行军大总管 其实是被降职的 但实际上 齐飞扬可不仅仅只是一个人 来到江南道 而是把整个龙虎军 都搬到了江南道来了 所以说名义上 齐飞扬可依旧是龙虎军大总管 他只是为了针对黄天狱而来的 大州这种前功后继的态度 让黄天狱也很愤怒 不过输的就是输的 江家都公开承认了大州的统治地位 他们难道还能去干扰大州的官员任免不成吗 所以这件事情江家也只能忍下 在黄天狱内养伤这么长时间 江元臣的伤势是差不多养好了 但因为大州做出的这些事情 以及他们江家现在的处境 江元臣的脾气一直都显得不怎么好 所以江家的那些弟子也都小心翼地躲着他 免得去除他的眉头 但今后在这时 黄天狱却是传来的一声去响 一股恐怖的剑气波动传来 这让江元臣眼中顿时逗出了一抹怒色 这还没完没了了吗 当真以为黄天狱好气不成 想谈把黄天狱乃是人寰厚意 在先与惩罢万年 什么时候这么几点被人打上过门来 这简直就是耻辱 江元臣直接是一步踏出 来到了黄龙城外 只见黄龙城外一名白衣执剑的武者 凌功而立 下方一众江家的弟子眼中 露出了惊恐之色 那白衣男子又是一剑斩朱 景天的剑王刺破苍穹 无比的归礼 在所有人的眼中 天地都失去了颜色 唯有这一剑才是终极 这一剑的惊艳 竟然让江元臣对我些没有反应过来 愣了一下 他才立刻道 住手 不过等他这句话喊出 那一剑已经展落 黄龙城外的阵法轰然一声 直接碎裂 此从上次 他把黄龙城内的阵法 被苏信等人攻破之后 江家便又积攒材料 再一次 将整个黄龙城的阵法 重新布置了一遍 结果现在倒好 这还没过多长时间呢 阵法便再一次被人两剑所斩碎了 江元臣一脸阴沉地说道 你究竟是谁 竟然敢对我黄天玉出手 真以为我黄天玉好气不成 突然间对黄天玉出手的这位 不止别人 自然是孟经仙了 此时面对愤怒的江元臣 孟经仙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甚至眼中都没有任何的焦距 好似在神游天外一般 熟悉孟经仙的人知道 他除了在用剑的时候 其他大部分时候都是这般模样 但现在江元臣的眼中 孟经仙这个表情完全就是在藐视的 这也让江元臣的脸色更加的阴沉了起来 此音一出 江元臣的脸上顿时便露出了疑惑之色 孟经仙的名字他自然是知道的 号称是江湖当中剑道第一人 当初孟经仙进入仙玉碎片当中 乃是真武 而现在他在那里得到的机缘 晋升到神巧也不奇怪 但江元臣奇怪的是 大家双方行水不犯何时的 这孟经仙来找自己的麻烦干什么呢 江元臣冷恨了一声道 哼 我黄天玉跟你一剑门无冤无仇 你现在来我黄天玉惹事 又是什么意思 孟经仙淡淡地道 无冤无仇 昔日风天玉要强夺我一剑门山门时 是不是你黄天玉包庇的风天玉 一听这话 江元臣简直连吐血的心都有了 合着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孟经仙才来找他的麻烦呢吗 这件事情对于江元臣来说 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 况且这事情早就已经解决了 甚至孟经仙不说 他都已经是忘了 没想到孟经仙气势汹汹地来他们黄天玉 砸门竟然为了这么一件根本就无所谓的事情 江元臣咬牙切齿地道 这件事情早就已经了结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况且这件事情 只是我跟苏信之间的恩怨 我黄天玉又没来夺你们一剑门的山门 孟经仙摇了摇头 这些我不管 反正我只知道 想要夺我一剑门山门的风天玉 乃是你黄天玉的手下盟友 苏信虽然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但这其中还有我一剑门自己的恩怨在 这个交代 我一剑门自然自己会去拿的 所以今天我便来了 接我三剑 不管你死没死 恩怨都将了结 你们黄天玉 若是想要事后报仇 我孟经仙也接着 此音一出 江元臣更是有一种故习的冲动 第一剑九百一十七集 接我三剑下 这算是什么逻辑 苏信那边都已经把事情给解决了 他这边却还来要一个交代 这简直就是死心眼 而且听听这孟经仙的话有多狂妄 还三剑之后不管他江元臣死没死 难道他翁眉神桥 自己连他三剑都接不下来吗 所以江元臣这边也是直接冷恨了一声道 哼 简直是狂妄 孟经仙 你难道真以为你在咸鱼碎片当中 待了这么长时间 找到了几处机缘 便天下无敌了吗 孟经仙并没有回答他 准确的说 孟经仙只会用自己手中的剑来回答他的问题 江元臣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一道嘴一散的剑光 便已经是生疼而起 无边的嘴灿和华丽 仿佛此时的天上地下 便只有这么一剑 无边的耀日 无比的惊艳 江元臣的眼中闪过了一抹骇然之色 这孟经仙的剑道果然是强达到的极致 无论是仙界还是下界 江元臣这么多年来 就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剑道 苏经的剑画三剑他也看到过 不过单纯论机剑道上的修为 眼前这人可是要比他苏经还要恐怖 江元臣手中的黄制仁皇剑上 九龙咆哮 随着他一剑斩出 黄道龙起咆哮而出 幻化出九雕金龙死猴子 但面对这一剑 那九雕金龙却是尽数碎利 就连江元臣手中的那柄神兵 仿制的仁皇剑之上 都发出了一生生的哀鸣 神兵有灵 所谓一柄剑 他的麒麟竟然都对孟经仙那一剑 表示着臣服 甚至江元臣若不是已经彻底 炼化了那仿制的人皇剑 说不定这发现 立刻就会对孟经仙直接认主的 这一剑斩落 江元臣没有挡住 他的身形直接被轰飞了 向后退去 九龙碎裂的一瞬间 他的手臂都在颤抖着 但这时孟经仙又是一剑斩落 犹如星河道跨 被留直下三千尺 那一剑从天而落 剑气遮天蔽日 本阁浩然长空 第一剑 只能让江元臣感觉到惊骇 但这第二剑却是已经让江元臣感觉到一丝惊恐了 这孟经仙也才只是踏入神桥没几年的时间 他是在心语当中得到了什么可以快速增强自身实力的一宝吗 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孟经仙指出了两剑 但就是这两剑 确实已经让江元臣有这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江元臣的身形迅速的后退着 他双手结印 一瞬间身后出现了一尊身穿龙袍的巨大虚影 虽然模模糊糊 但确实能够看到那种威严到极致的霸气 这不完全是江元臣的法相 而是上次在看到人黄烙印出手时 江元臣将自己的法相跟人黄烙印其中的人黄意志和气势合一 这才研究出来的一个招式 这还是他第一次将其应用到实战当中去 结果就算是这一招在孟经仙的面前 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惊艳的一剑再次斩落 这一次江元臣可彻底挡不住了 他竟然被孟经仙两剑便斩得吐血 现在的他 其跟当初被苏信的薛振月 大天魔孙三人围杀时没什么两样 一样都是狼狈无比 只不过孟经仙的出手太过简单 竟然只用两招便让江元臣吐血受伤 孟经仙面无表情 他手中的长剑再次斩出 九霄雷洞天下无我 在这一瞬间 江元臣的眼前的一切都已经被这一剑所填满 没有了人没有了天地 有的只是这一剑 诺吼一声 江元臣手中的那仿制的人黄剑之上 爆发出了一股血色的光云 剑斩赤龙开一天比地 在这一瞬间 江元臣赫然直接动用了斩龙七世的最后一世外加燃烧惊血 跟孟经仙抗衡 在这一剑的威能之下 无尽的剑王炸裂 整个黄龙城都开始震撑 等到力量消散 众人看到的却是被轰飞到一边仿制人黄剑 还有站在这里面色苍白无比的江元臣 看着江元臣 孟经仙淡淡地说道 你那一招的剑法不错 可惜呀 你的剑道却很弱 你不是纯粹的剑修 你的剑道修为也不够 那一招剑在你手中 明珠蒙尘 嘶嘶地盯着孟经仙 江元臣强忍着没有倒下 但他刚张了张嘴 一道剑气 轰然从他体内爆发 顿时鲜血喷散而出 他整个人直接就倒了下去 气息衰弱到了极致 那些江家的弟子 愣了半天都没敢动他 看到孟经仙没有再次出手 他们这才敢去把江元臣给扶起来 此时的江元臣可以说是凄惨至极 他之前的燃昭经节 催动斩龙七使的最后一事 本来就是博命之举 但最后 却还是失败了 自身被重创扑说 甚至直接被剑一入体 毁掉了大半的境外 伤势甚至要比之前 被苏信等人所伤的更为严重 孟经仙收起自己手中的长剑 淡淡地说道 三剑一出 我跟黄天玉之间的恩怨 已经算是了结了 你们要是想报仇 随时欢迎 花一落下 孟经仙便已经踏空而走 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在场一片木凳口袋的众人 此时看到这一幕的可不仅仅只有江家的人 黄龙城内可还有不少江湖人在 而刚刚到任的江南道总搏斗铁无情 和江南道行军大宗管齐飞扬 也是 在孟经仙刚一出现 江南道便紧赶慢赶地赶来 但也只看到了孟经仙出最后一件事的场景 两个人顿时面面相聚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大洲自从上次一战之后 便开始不再那么畏惧黄天玉了 所以这才派铁无情和齐飞扬 这两个人来到江南道 光明正大的是监视着黄天玉的动向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要在暗地里削弱一下黄天玉的实力 原本他们还在纠结 黄天玉就算是上次败了 他也一样都是庞然大悟 他们拿什么来削弱呢 结果还没等多长时间 这黄天玉便自己出事了 看江原真伤成那副模样 起码没有个一年半载 是休养不回来的 齐飞扬对着铁无情呼啸了一声道 天下剑道第一人 这位玄心剑主还真是了不得啊 三剑便重伤了这位黄天玉之主 仁皇后裔 这修为怕是要通天了吧 铁无情也是摸了摸鼻子呢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能用常理来看待的 孟经仙这种实力 堪称是前无古人了 当然在这个现在的大争之势 强者辈出 能跟孟经仙一比的人还是够的 哦 是谁 苏信 铁无情淡淡地吐出了两个字 第1918集 太一道门 谁能想到当初 那个小城市中的一个小帮派之主 没有靠山 没有底蕴 但竟然能够一路走到这种地步 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便站在了这个江湖的巅峰 不过铁无情倒没有去嫉妒什么 甚至连羡慕都没有 当有些人跟你的差距太过巨大时 你便会发现 所谓的羡慕嫉妒之类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一点用处 就比如 现在江湖上强者那么多 你看 有谁会羡慕嫉妒人王吗 铁无情摇了摇头道 先去把消息报告给六扇门圣经城吧 别的不知道 反正今后这段日子 我们在江南道会轻松很多的 孟经仙单人读信前往黄天狱 三件重伤黄天狱预注的消息 只用了数天便已经传遍了整个江湖 这一消息让很多人震惊的同时 却又感觉很正常 孟经仙很少出手 但每次 只要他出手 唯一是必将是惊天动地 让所有人都为之策目 这或许都已经是成了习惯了 这次他刚从县宇回归 并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势来 不得不说 这依旧还是孟经县的风格 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只不过用来衬夺孟经县的江元真 就比较倒霉了 接连被重伤两次 估计这段时间内 黄天狱的丹药消耗的 可不会少的 而且最重要的脸面的问题 江元真好歹也是神交进了强者 黄天狱的狱主 结果却是隔三差五的 就被人重伤一次 虽然明眼人知道 这并不是江元真的实力太弱 而是他的对手太强了 但那些寻常的江户人 可不管这些 反正他们看来 江元真可能是所有神交境强者当中 过得最为憋屈的一个人 当交际转到了苏信耳朵里时 苏信只是微微理想 以孟经线的剑道修为 能够做到这一步很正常 苏信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孟经线的实力 在天地大戒之前 江湖上也是有许多精彩剧院的人物 想要冲击过冬天 这些人就算是不依靠种种外力 也能够是达到接近冬天的巅峰 昔日的无声老母是这样 孟经线也一样是这样的人 不过这个消息对于苏信来说 倒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孟经线可是他苏信的盟友 孟经线的实力越强 也代表着将来在进入通天境争夺时 他这边的助力也能多一份 所以接到这个消息的之后 苏信只是告诉了信儿 他师父回来了 这么久不见信儿 肯定也是要回意见门 是拜见一下他师父的 吩咐了一下李快 送信儿去意见门之后 苏信便再次闭关 莲花地藏王给他的那块 疑似腰黄留下的宝物 而此时的李伯阳 却是独自一人 来到了南门的荒山当中 他一到门必是隐修 南门之地向来都是荒无人烟的 只有一些门族出没 甚至更深处宽广无比 那里更是有着无数的独种猛兽 这种地方就连蛮族都不愿意去 而他一到门的隐修之地便在此处 其实他一到门所在地 在江湖上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秘密 知道的也不少 但却从来都没有人敢去 随意地打他一到门的主意 别以为道士就不杀生了 他一到门最讨厌的便是 有人打扰他们的修炼 而你一旦打扰了他们 其后果也是很恐怖的 李伯阳一路向着南门大山的 最深处前去 落到了一处山谷当中 这山谷跟寻常南门之地的山谷 没什么不同 不过仔细看 你便能发现 那些独虫猛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 山谷实力之内的范围 好像这山谷之内 有什么恐怖的存在一般 李伯阳走入了山谷内 眼前豁然开朗 出现在李伯阳眼前的 竟然是一处仙境般的场景 无数精致的道观楼阁坐落在那山谷之内 而在那山谷的最中央则是一个小瀑布 有着几十只鲜鹤水鸟在瀑布下的水滩洗洗着 寻常散修物者所谓的闭关引修就是找一个人气含着的地方 随便找一个山洞就算是闭关了 但他一道门可不一样 怎么说他们也是四大道门之一 就算是他一道门比较喜欢闭关 那也是要选择一个舒服点的地方闭关才是 而此时山谷内的景色虽然不错 但却不见一名舞者 这时忽然从边殿里面走出来的一名小道士 看到李伯阳那名小道士顿时激动的双眼通红 大声的说道 张教 这名小道士只有后天境界的实力 他便是当初造化道门送来太医道门的那些弟子之一 那小道士跑到李伯阳的身前 攻进了行了一礼 脸上带着七一只色说道 当初造化道门决定送他们这些弟子来太医道门的时候 也并没有瞒着他们造化道门的情况 所以当初这些造化道门的弟子都是伤心难过得很 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回造化道门的机会了 没想到这才过了没多长时间 他便看到张教来到了这里 那岂不是说这一战他们造化道门生了吗 这些年轻的造化道门弟子加入造化道门时 那时候乃是造化道门唯一是最强盛的时候 李伯阳乃是天下第一人 他们造化道门也是正道鬼手 无写之王 所以在他们的心里 只要有着李伯阳出手 那无论对手是谁 胜利的肯定会是他们造化道门 看着那名造化道门弟子七七的眼神 李伯阳却不忍说出事实的真相 他只是点了点头轻声地说道 是啊 我们造化道门胜了 江湖上谁又能比得过我造化道门 不过 你们还要在太医道门内待很长时间 我造化道门跟太医道门同属于道门盟友 你们在太医道门内多多学习 兼并两家之所长 这对于你们以后是有好处的 这样 你们以后才能够成为我造化道门的中流砥柱啊 那名年轻的弟子点了点头 一脸金钉吃色的 长教放心 弟子一定会在太医道门内好好修行 来日让我造化道门威风更胜 李伯阳笑了笑道 行 你先回去修炼吧 我去找太医道门的长辈相谈事务 是 长教 弟子这就去把这些消息告诉其他师兄师弟去 相信他们知道了也会很开心的 那名弟子恭敬地对着李伯阳 第19001至9集 玄真子杀 看那名弟子的背影 李伯阳沉默不语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他毕竟是造化道门的长教 究竟是造化道门承起了他天下敌人的名声 还是得李伯阳这位天下敌人 让造化道门声名和谐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他现在算是知道为何当初宣古会不顾一切 要杀俗信的 他不是疯也不是蠢更不是不理智 等到通天之路开启 我怕是等不了了呀 李伯阳闭上眼睛身上不太丝毫的杀机 他心中的杀意却是坚定无比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李伯阳的身后响起 李长教用心良苦啊 等这些弟子长大了 他们会明白的 李伯阳头也不回得道 说不上用心良苦 我只是想让他们心痛的时间晚一些而已 说完这句话 李伯阳就才转过了身 看着眼前这名打扮略有些邋遢的道士道 陈真人 看你的模样 晋升真武已经有段时间了吧 在造化道门时 我师弟便有跟你一较高下的心 现在他不光是没机会了 而且他早就已经败了 朱先生在李伯阳身后的正是 他一道门的青阳真人陈南华 在孟经先踏入真武之后 他便成为了地榜第一 而现在他也是晋升到了真武 而且看其模样 晋升到真武的时间还不短 陈南华叹息了一声道 李长教还请节哀顺便 事事无常啊 当初造化道门来求助时 我太医道门虽然不想掺和江湖争端 但其实也是想要保卫一下造化道门的 但奈何掌教出了一些状况 就算是想出手也无能为力 现在掌教便在偏殿内等您 您跟我来就知道了 李不阳跟着陈南华进入了大殿当中 说实话 他对于造化道门被蔑视太医道门的表现 也是有些奇怪 因为太医道门的表现有些太过冷血了 太医道门的确是讲究必是修行者不错 他们一向都不喜欢去管那些江湖事物也不错 但太医道门也承认自己乃是四大道门之一 一旦出现了什么大事 太医道门也是会出手相帮的 就比如上次李不阳临手道门对少林寺出手一样 虽然太医道门也是不想参与 但好歹也是派出了一个陈南华 算是表态了 结果这一次 太医道门竟然只是收留了自家的弟子 甚至连派出一个人表一下态都没有 这就有些冷漠的过分 等到陈南华将李伯阳带到一处边殿当中后 看到其中的场景 李伯阳浮游的一皱眉 那边殿当中炙热如火 其中端坐着这一名身穿白色道袍的老者 那老者须发鞋白 看上去便有些先锋道骨的模样 身上散发出来的 可然也是神嚼劲的气息 这人便是他一到门的掌教 允许散人 玄臣子 号称是天下最为神秘的天王强者 听说过的人多 见过的人少 当初他闭关时 便是真武了 现在他到了神桥 李伯阳都丝毫的不奇怪 只不过李伯阳看到玄臣子 此时的状态确实有些奇怪 他此时全身都散发出了一股 惊人的寒意来 甚至就连眉毛和头发之上都截住了层层的寒霜 李伯阳能够清楚地看见他此时全身的力量都被那股寒意做禁锢了 周围的那些散发着火力的炙热阵法 可不是为了宣臣子截住那股寒意的 只是不想让那股寒意扩散而已 此时宣臣子看到李伯阳前来 他抖了抖眉毛上的寒霜轻声说道 淳阳道兄 好久不见 别来五样讽 李伯阳皱眉道 原须道兄 你这是怎么弄的 什么样的寒毒竟然能够将你压制到这种程度 宣臣子摇了摇头道 这并不是寒毒 而是我主动炼化了一枚上古妖王 寒离的那单 因为属性不合反而造成了反噬 李伯阳一动眉 他并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 这里面肯定是有隐情的 宣臣子是神交性的强者 他又不是在修炼武道的新人 应该是知道什么东西能用 什么东西不能用 同属性的妖王内单炼化不成问题 但他一到门 修炼的武道跟兵属性的功法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某人去炼化 不被反噬 那才叫奇怪 那边的宣臣子继续说道 寒离的内单不光 内运强大的寒意 还有这兵封一切力量的特效 我正是想要封禁一个人 就才主动去炼化 这寒林内单的 李伯阳皱眉道 你要封禁的是谁 竟然要你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宣臣子看了李伯阳一眼 单单地突出两个字来 盗祖 你说什么 李伯阳的眼中充满了惊骇之色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宣臣子现在说出盗祖这两个字来 李伯阳紧盯着宣臣子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盗祖不是都已经死了吗 宣臣子淡淡地道 盗祖的确已经死了 但谁没有规定盗祖便不能继续活着 通天境的手段不是我等能够想象的 盗祖能够重新现世没什么稀奇的 甚至现在的外界当中 说不定上宫那位九通天已经出来几个了 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 七日盗祖在我太医盗门的太医桂园大盗藏内 留下了一丝印记 每一位进入了顿武之后的太医道门舞者 都会增加一丝印记的力量 万年的积累 这印记也终于变成了原神 如果不是我发现得早 现在便已经有一位祖师爷 站在你我的眼前了 宣臣子说到祖师爷三个字时 语气没有丝毫的搏动 简直就好像在说一个陌生人一般 事实上无论是对宣臣子 还是对李伯阳来说 虽然他们的道观当中 供奉的都是道祖的神像 但问题是神像是神像 人是人 双方并没有什么联系 如果现在重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乃是一名有着通天境实力的强者 他们二话不说 立刻就会认祖归宗 但可惜啊 就算是现在道祖和佛陀重新现世 他们也回不到通天境 坚如死 大家都是同样的境界 其一点都是同样的 我凭什么要任一个祖师爷回去呢 就像是吕破坚一般 他可是正宗的魔道传人 如果在大天魔尊废掉他一只手臂之后 他就算是知道对方的身份 都要去找大天魔尊去拼命 而且大天魔尊这次能够一同九欲邪魔 也并非是靠着 第1920集 玄神子下 李柏阳皱眉道 你直接将道祖留下的元神给封禁了 确定不会再出问题了 通天之路上的对手 能少一个是一个 忽然跳出来一个人 说要奔波你的机缘 就算这个人是你的老祖宗 那无论是李柏阳 还是宣臣子 都会选择七十灭祖的 宣臣子摇了摇头道 不是封禁 通天静留下的后手 不是你我能够想象的 右手做的越多 错的便越多 况且道祖的元神 也跟我太医道门内的一些弟子有关 我不敢随意下手 只能暂时延换一下他的苏醒 这个先不说了 我现在的模样你也看到了 暂时无法行动了 淳阳道兄 你这次来是准备 带回你那些弟子的吗 那些弟子 还要麻烦太医道门 暂且帮我照料 我来 是准备跟太医道门 交易一件东西 我准备跟那俗信一战 不论胜负 只决生死 宣臣子 眉头紧重 你怎么做有些不适 通天境的机缘不远了 又何苦非要在这时动手啊 等到通天境的机缘开启之时 有的是时间厮杀 而且若是你能够成就通天 俗信则失败了 你杀他难道还不是一如反掌吗 李博洋摇了摇头 等不了那么多了 元旭道兄 你修的是太上忘情道 但你就算是修炼到了这种境界 也做不到真正的太上忘情 更别说我了 有些事情虽然是理智一些好 但若真是理智到了极点 那就是真的太上忘情了 你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便更加地做不到了 无论是我还是苏信 双方的因果牵连得都太深 一战之下 直接了却因果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若是算计得多了 那势必会牵扯到我等身后的一些人 比如赵九龄会站在我这边 但苏信那边也有着梦惊仙 而天帝会因为苏信 地府身份仪式来帮我 黄天玉的江元真 估计也会因为仇怨站在我这边 但同样 地藏王和阎罗天子也都回来了 他们也是苏信的一大助力 与其这般费力 把江湖上大半神桥都给牵扯进来 还不如我跟那苏信 直接生死一绝 简单直接 宣臣子点了点头 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通属于盗门一脉 况且 以他的性格提点了李伯扬一句 便已经是足够了 李伯扬有自己的选择 那他自然不会多说的 所以 宣臣子直接问 你想交换什么 太医盗门在数千年前 曾经在南蛮之地 找到过一处上古遗迹 乃是昔日盗门分支太平道所留 我要其中的太平福禄 你疯了 太平道的根脚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竟然要用那种邪门的东西 你动了它就不怕盗心蒙尘吗 所谓的太平道 的确是昔日盗门的分支之一 但实际上 盗门确实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太平道 乃是盗门一脉 因为对方昔日可以说是臭名昭主 比白连教还要先门 昔日一世黄昭分崩离析的 盗门已是分支无数 天下大乱 可以说 那时候整个天下都陷入了 无边的黑暗和混乱之中 太平道便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 其教义蛊惑人心 最强盛时 拥有信徒数百万 堪比一个效果 但其教义 却是各种的歪理邪说 直接被数十个强大的盗门分支 联名决掉 将其打入邪教一脉 彻底是开革出盗门的行列 而后来太平道 也因为形势太过偏激狠毒 被整个武林所厌恶 只持续了百年的时间 便彻底的衰落 最后消失不见 而太一道门当初 在选择南蛮之地为闭关所在时 却是意外发现了太平道的遗迹 不过对于太平道门来说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邪道一脉 他们当然不会去食用和修炼的 所以便一直都封存了起来 现在李伯阳要的太平福禄 便是昔日太平道的秘宝之一 乃是用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前程信徒 自愿献出的新头血 所炼制而成的 久为数之起 太平道炼制出这太平福禄 便是要去追求那道运的旗帜 但走上了邪路 这太平福禄中 蕴含着昔日那些信徒的强大信念之力 经过了数千年的运扬之后 这些信念之力 简直就是要化成实体的元神妖灵了 必须要每一代太一道门的掌窕出手 加固风景 才能够保证那太平福禄 不会出问题 可想而知 这东西的强大 太平道乃是道门的禁忌 可以说是整个道门的侄辱 结果现在李伯阳 确实要用太平道的秘宝 去对付苏西 这种事情 对于道门来说 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妥的事情 而且现在太平福禄当中 那些意念太过偏执 使用它的时候 使用者必将会受到冲击 对于其他人还好说 但李伯阳却也是道门中人 这种事情 怕是会让他道心蒙尘的 自身的心境都会受到影响 面对寻臣子的疑问 李伯阳只是淡淡地道 生死一战 哪里还会管什么道心蒙尘不蒙尘的 元旭道兄不用再说了 我意已决 太平福禄 我会拿出我在仙玉碎片当中 得到的一节龙骨来交换 不是妖王的龙骨 而是妖族大圣级别的龙骨 将其炼化 对于你现在的情况 也会有一些好处的 听到李伯阳这么说 宣伯阳子也没有阻拦 他只是叹息了一声 让陈南华带着李伯阳 去拿那个太平福禄 所谓的太平福禄并不是一个福禄 而是一套 仿佛是一则书籍一般 是叠加在一起 其材质是什么 就连太医到门的人都看不出来 昔日太平道那帮人可是出了名的能折腾 而且以当初他们的威势 你的确能够搞到许多的好东西 所以太医到门的人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便是这东西的才是十分的珍贵 而那太平福禄整体都是血红色的 上面刻满了各种各样的符文 但看那些符文 李伯阳便能够看出来 昔日那太平道的实力当真是很强 只不过 我们下期再见